新政出来的反应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客户量明显比之前饭的三饭差不多 而且周边地铁市来访的客户也会比较多的 而且下单也非常果断的 经这一块的金额 原来是最高额度家庭是100万 那么现在又是提升到了130万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话 整个二手房当中关于新签量 那么跟9月份的日均比较起来 挣扎了75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现在不是那个政府补贴 率度也挺大的 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店里面 最高的话能够达到2万8左右 更多的优惠给到我们 我们也会有这个购买的一个意愿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一旦找到应用场景 投资就非常的充分 现在低空经济就是这样的 就是政府有些带头说 这个地方只要我觉得安全 它可以先实行一下 这样的话 投资应用到一点爆发了 它的整个投资就会 对 就一直寻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 它是正的混合 beautifully timed 其实 它是正的混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其实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其实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是非常优秀的 它 comprises lots of instruments 我认为它们会非常有效果 所以 从早前的反应 到市场市场 你肯定说 它是一个大组组组组 它们证据现在的改革 譬优划出现了 在销利润上的盘事 那么现在一些变化 这些信号的资 again 那我们不 bakalım 这个人远辑的 这种勢的 是非常优秀的